心灵蜜豆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刘群茂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 别让人生白忙一场 有一篇文章说到 在一本名叫思考力的快慢的书里 有个故事让人印象深刻 那里写到 在一个小镇上 有一位爱好写作的年轻人 他每天勤奋创作 立志成为一名优秀的小说家 可惜的是 他写出来的小说 却总是自消无人欣赏 他很苦恼 就去教堂问一位神父说 为什么我夜以继日地写作 但是作品却没有任何进步呢 神父没有直接回答 而是伴问 你早上都在做些什么呢 他回答 我在写小说啊 神父又问 那么上午呢 他回答 也在写小说啊 神父继续问 下午呢 听到这话 年轻人有点不耐本地说 我每天除了吃饭睡觉 其余的时间都在写小说 神父听了以后 耐心地说 那你什么时候在思考呢 你所谓的勤奋 不过是重复且长时间的无尽忙碌 并没有什么难的 只要条件具备 大部分的人都可以做到 但难的是思考 没有思考 你的小说就没有灵魂 没有思考你的勤奋 就没有意义啊 这是一个巴人深省的故事 作者说他 一个穷忙 却懒于思考的人 注定会陷入平庸的困境 唯有摆脱低质量的勤奋 养成思考的习惯 才是人生进阶的第一步 获得麦克阿瑟天才奖的 赛德西尔穆莱纳森 有一句名言说 对任何一个组织而言 留一定的余闲很重要 它不是对资源的浪费 而是让系统更加高效地运转 同样的 对于个体而言 我们也需要给自己 留下一定的余闲时间 来思考充电提升自己 亲爱的朋友 你是否有花时间思考人生呢 如同故事所说 没有思考 你的勤奋就没有意义 每一个人都需要思考 如何能够提升自己 思考人生的意义 需要追求的目标 因为若我们不思考 导致人生目标不对 方向不对 结果可能就是一事无成 白忙异常 在圣经里有一个有钱的少年官 他来问耶稣 如何能够找找永生 以及人生的价值跟意义 他问耶稣说 良善的夫子 我该做什么 才可以承受永生 他是一个有社会地位的人 他的人生上半场 努力赚得他所追求的地位财富 虽然他现在拥有了地位财富 可是他就是觉得少了个什么 他发现他拥有的人生上半场 一切都很美好 但却不能叫他得着永生 财富地位不能带给他真正的满足喜乐和价值 他里面总有一个空洞 就是觉得少了什么 亲爱的朋友 你是否也十分确定 自己所努力 所追求的 真的是自己所渴望的未来呢 今天 就让我们一起来思考人生 追求那永恒的价值吧 世上最有意义的努力 就是来跟随上帝 寻求他在你生命中的计划 如此的勤奋 才会有正确的方向 才会有最大的回报 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 只要倚靠那厚次百物给我们享受的上帝 亲爱的朋友 如果您喜欢这支影片 邀请您于YouTube频道搜寻 心灵蜜豆奶 并按下订阅 领受更多祝福和生活的智慧 以上节目由中广流行网 罗娟主持的早安EasyGo节目直播 全国广播 环宇电台 好家庭联播网联合播出 夏凯纳林良堂 祝福您有美好丰盛的生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